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泡新闻 台北FM98.1 News98 今天进行的单元 孙维新谈天 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 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维新兄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题目 小行星坠落地球 陆林天文台的研究员 记录了非常珍贵的画面 这个小行星还真的很小 它就是一公尺大小 一公尺大小的东西 在落向地球的过程中 几乎地面上的望远镜都不会发现 直到接近了 这一颗是接近了四个小时 也就是 它就是前两天晚上的说 12点多 准备要撞到地球大气了 前一天晚上9点多才发现的 它这个接近地球 照我们的惯性的尝试的思维 它是朝我们从头顶上往下砸 那也不是 它多半时间是擦边 擦过来的 它有个侧面的 没有 它也不是环绕 如果是环绕的话 那就没有撞到地球的危险 它是对着地球的大气层 斜着这样子插进来的 所以看得见它的行进路线 看得到看得到 因为四个小时之前 九点多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Mount Lemon 李蒙山 他们在宣布的是说 他们在前不久 发现了这一颗小行星 那发现了以后 讯息传到世界各地 中央大学跟台北天空馆 合作的这个望远镜 就想的是说 在露林山上的望远镜 说我们能不能拍得到 因为根据预测 就是在台北前两天晚上的 12点多 要在菲律宾北方的上空 进入大气层 是 所以它不是直接往下栽的 而是斜斜的插进来 对着菲律宾北方上方 这样子斜过去 所以呢 插进来的过程 一定会高温摩擦大气 产生一个巨大的火球 那结果没想到 中央大学跟台北天空馆 合作的小望远镜 30公分的望远镜 在露林山上 不单是拍到了菲律宾北方 出现了巨大的火球 还在它撞进来之前 拍到了这个小行星 一米的小行星的痕迹 在天上会看到一个小小的 淡淡的一条线 拍到这条线 像宁结尾一样的 类似像这样子 那这是因为接近的 所以它速度非常快 但你可以想象速度快 一方面是说容易观察 另外一方面也不容易观察 就因为你要很清楚的 知道它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露林山上的 我们的观察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是看到的人 是在往南方看 对不对 菲律宾在南边 对对对 往南方看 它在什么样的 一个天区的位置 产生了一条 什么样的线条 我们想象一下 这是两回事 一个是说你产生线条 是在还没有进到 大气层之前 你的望远镜朝上拍 拍到它进来 大气层还没有开始 燃烧之前了 在大气层外 会看到淡淡的一条线条 你曝光了以后 发现一些星点 中间有一条淡淡的线 那就是小气层的轨迹了 但等到它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就在600公里的南方 蛮远的 600公里的南方 你几乎是一个台湾多一点 而且只有一公尺直径 对对对 但是因为一公尺直径 划过了我们的大气 浓密大气 它发出来的火球是不得了的 所以当时 露林天文坛 也在隔着这么样的距离 注意到了南方 那个方向 出现了 天空出现了闪亮 当然 这个小行星 因为小行星 进入菲律宾 北边的高层大气的时候 整个沿着菲律宾 那个岛 旅宋岛 东边的这一排 都有报告 看到了巨大火球 所以这个是 当地所报告的是说 巨大火球的确发生了 同样的时间 我们在鹿林山上 600公里远的鹿林山 都观察到了 南方天空的 亮起来的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常常说 我们给小行星要命名 发现了要命名 可是发现了它 它不就烧掉了吗 所以就命名的时候 它就已经不存在了 对 就是因为它命 它是编号 这不是要 不是不能严格算命名 有个暂时的命名 对对对 如果说 一个战争它命名了以后 确定它是存在的东西 它就拿到一个永久编号 2024RW1 2024是今年 对 RW呢 它就是排下来 ABCD一直往下排 ABBCC的 所以有很多 就跟我们的车牌号码 对 大概那个概念 RW1 对 但是这就只是 在学术上面 小行星发现了以后的命名 但是呢 它并没有命名权 去拿哪一个人 或者哪一件事 命名为台北啊 嘉义啊 什么陆里呢 没有这样命名 我们不能说马上命名个大春 一会儿人就在大几层里烧掉了 是吧 嗯 这一点你的比喻打得很恰当 所以他 他总要有几次哈 我们大概讲四五次 确定他的轨迹了以后 嗯 make sure 他以前没有人看过 他是个新发现的 才会有命名权 所以也就表示他也不具备任何潜在的威胁性 也就也不会再从头再来 不会都不会 那一米的小行星 对 是没有威胁性的 没有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在天文新闻的这个摆面上看到的这张图是就是他的本尊吗 没有没有 这个图是画出来的 哦 这个图画出来的 而在那个中央大学所拍摄的照片里面啊 他就是背景有好多亮亮的星点 然后有一条淡淡线画过去 嗯 你就得相信他说的话 那就是小行星 RW1 不多半都是对的啊 毕竟还是赢得了一个全世界知道的战时的编号 对对对 还是这个样子啊 其实他寿命并不久长 那么火流星呢 火流星的新闻也是最近的 国际太空站拍下来的 因为大陆熊 我我过去这些年里面 我大概看过两三次比较巨大的火流星 有一次是在狮子座流星雨 嗯 在2000年的时候发生的时候 嗯 1999年 当时我们还真的跑到了肯定国家公园去拍照嘛 嗯 但是呢 摄影师在拍的过程中 我看着摄影师 突然看到摄影师啊 早上4点多 那天晚上基本看不到什么流星了 很失望 不是狮子座流星雨 真的peak的时间 但是你知道吗 就当我看着摄影师 摄影师的镜头正在讲话的时候 突然整个摄影师的脸 跟他背后的画面全部都亮起来了 嗯 那我看到摄影师 抬的头眼睛 看着我头上方 嘴巴睁得大大的合不拢 我一回头看 就高高的在北斗七星下面挂着一个巨大的火流星 嗯 那火流星就画阔长空啊 它中间会把大气层里面的分子 暂时性的解离了以后呢 垫了以后 它重新合在一起 又会发光 就它的尾巴那个光 还有惠尾 哎 有点那个概念 就是那个尾巴余光还挺着 但那个那个头好大 全天亮起来了 嗯 后来问了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 他是天文史的专家 他说这样子的火流星以前是会被记在中国历史里头的 呃 营获守心 哈哈 不是 这句话 嗯 还有一次是在在西藏 日卡泽 嗯 日卡泽山上了 我们做完雨就联系好高兴 下来以后 走到晚上11点了 啊 11月多应该也是狮子座 那我我们这辆越野车先停在日卡泽 等后面那辆车追上来赶上来啊 我就坐在那边看整个日卡泽的线 线程就在我面前 嗯 瞬间整个夜空亮起来绿色的 哦 那个火流星是绿色 那是当时是夜里 夜里 已经11点多了 那天空变成绿色是什么一个概念 很特别 我们不牵扯政治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绿是 一闪即是 一闪即是 那个火流星下来以后 慢慢慢慢亮起来以后 全天会亮起来 几秒钟的时间又按下去了 所以嘛 不是我这个有过度的政治联想 是你描述的太特别了 绿色一闪即是 对 但是像这样子的火流星看了以后 真的留下深刻印象 而现在这个新闻很有趣 我们刚讲在地球上看 现在是国际太空站上 都会拍到的闪光 所以很有趣的是 NASA的太空人 在国际太空站上面 拍什么地方 尼罗河上空 他发现本来是一片黑暗的 结果突然有一个物体划过尼罗河的上空 然后爆炸 发出绿蓝白 呦绿蓝白 怎么又是绿蓝白 三色的药油的颜色 对对对 所以他这就是那个 天体化过去的爆炸的颜色 所以很好玩的是 这个NASA太空人叫多明尼克 他就说了 拿给所有天空学家看 他们都说这是在大气层 高层爆炸的一个流星 我们这个流星分两种 一种是普通流星 大尊兄 您当年花钱月下的时候 是不是也跟着异性在星空底下 从来没有 怎么生活那么枯燥 我觉得在 这个叫什么 花钱月下比较枯燥 对 但是你会一闪即逝这样流星 大家忙不迭都要许愿 这种流星我们先说过 都是非常小小的围尘造成的 千分之一刻 像一个沙粒一样化过 会造成火流星 我们一般讲的标准是0.25克以上 它的河只有0.25克 0.25克 我就以前上课老讲0.25克 后来想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自己家里面 还是尊崇以前的习俗 要摆共要拜拜的 有香 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年除夕刚好家里摆了一个天平 还有砝码 我就拿那个线箱 细细的线箱 一段一段拨的不同长度 拿砝码去秤 才发觉0.25克的重量 就是我们一言现箱的一公分的长度 灰灰的 没有没有 还是没烧过的箱啊 没烧过的箱 你掰下来 一公分的长度 往上一秤 就是0.25克 而这个划过高层大气 它就是火流星 就非常巨大明亮的fireball 英文就叫fireball火球 所以很难想象 火流星其实它所需要的质量 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可以让整个世界都看得到 对对对 瞬间照亮了整个地面 好了 那么彗星相较来说 彗星 彗星的是大的多了 怎么讲 一般都是大很多 对 会合大很多 会合大 像我们说的哈雷 彗星的会合是16乘8乘8公里 十几公里的会合大小 那是不得了的大 撞到地球 就是恐龙say bye bye的那一次 但是这根彗星一路飞 它一路就会留下很多灰尘碎片 是 那这些灰尘碎片 如果刚好地球 从这个轨道中间穿过去 大量的彗星 所留下来的细小灰尘 进入了地球大气 就是我们说的流星雨 是 所以一年有好几次 这样子的流星雨 嗯 阴仙座了 狮子座了 嗯 对 都有个母彗星 母彗星绕 然后地球呢 就在每年固定的时间 会穿过那个彗星轨道 这个月 九月底 应该是说是这个月吧 是吧 嗯 九月底 地球 这个会迎接第二颗月球 这这 这这 真然 吓人啊 呀 我觉得 这个很好笑的一个新闻标题啊 嗯 第二颗月球 可是它根本不是一个球 嗯 它就是一个小行星 是 那这个小行星其实也很小 直径大概十公尺 嗯 比起刚才我们讲的线箱 那大很多了 这比那个线箱 或者比我们陆林天文台观察的 那个一米的RW-1 对 那大一些 大十倍啊 八月七号 是美国NASA的一个地面 陆地撞击持续预警系统 叫Atlas 嗯 他观察到了 那正对着地球过来 那有趣的是 他的轨道 不像说我们说RW-1 就直接撞入地球大气层 是 燃烧掉了啊 但是呢 他是从地球旁边绕过去 嗯 可是因为接近地球如此之近 以至于他会被地球的重力场 带着转一个巨大的弯 你再出去一次 就一次 只一次吗 就一次 他并不会转成一个完整的原型 嗯 所以大正兄 你觉得 他会被甩出去 会被甩出去 为什么会被甩出去 哎 就是因为你经过了一个重力场旁边啊 他就会顺着重力场 本来要掉下来 结果呢 他并没有离得那么近 重力把他往下拉 嗯 他就想往下掉 但是又没有完全掉到地面 又走出去了 嗯 月球就是这个概念 月球是不断的往地球上掉 嗯 但因为他横向有个速度 所以他一直掉不下来 嗯 这就是月球绕地球的概念 嗯 同样的是这个第二个小行星呢 十米东西过来以后 他经过的地球旁边 没有进到被地球拉的 直接摔到地球大际层里面来 也没有远到直线离开 嗯 而是呢 刚好在中间 绕了大半圈 哎 对对 绕了大半圈出去 大正兄 我觉得你觉得这样子 这叫第二颗卫星吗 他是个暂时的卫星 哎对 他是像 又是暂时的 对 所以9月底经过我们旁边啊 9月29号算是被地球引力场拉住 沿着地球引力的这个区率 时空区率这样转 嗯 到了11月25号就会走了 我们需要为这样的小行星 或者是暂时的卫星命名吗 那他总是会有个编号的 还是有个编号 有个编号 这个叫2024PT5 PT5 刚RW外线是PT5了 嗯 因为他PTP在那个R前面 所以他发现的比较早 比较早发现 对8月7号发现 你知道大正兄 他这样我们月球绕地球一圈是28天29天吗 是 看你是用什么说望月 还是用什么恒星月来看 嗯 那就算绕地球一圈30天的话 如果他的轨道比月球再大一些 因为你到了30天的轨道 你就月球就离地球很近了 就被地球绑住了 怎么样 那如果你再比月球远一些 远远的过来呢 至少有一半的轨道 类似像月球那样 绕了一圈 绕到这边以后又出去 刚刚讲月球是30天 这个会绕56天 但是也只绕一半 因为还远 也只绕一半 对对对对 有9月下旬进来的以后啊 10月整个月来庆祝咱们光辉的10月吧 嗯 再加上25天 所以全部加在一起 大概是56天左右 绕这么大半圈以后 又被甩出去了 所以有些人把题目做得很耸动 而且它长相我们就是个小行星 10公尺 是 期待它是圆的月球吗 不是啊 它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小行星的形状 但至少呢 它就绕了地球半圈 大半圈以后 又给甩出去了 它会再来吗 对 它不会再来了 它也不会再来了 它再甩出去以后 做很久以后 说不定它会再来 是不是 它这个回归 听起来 它像是一个 在我们的生命 可能还来不及观测的 这个未来 会再来一趟 它说这次离开以后呢 下一次是明年1月 因为它是一个绕下来以后 甩出去以后 又会回来以后 经过地球 然后下一次是2055年 哦 那可能我们还看得到 呃 对 我们努力 是不是 也就30年吧 对 这个很 很简单 所以呢 可以啊 就像 还要撑一会儿 就是 对 大大太阳系里面 这些奇奇怪怪的小天体 到处乱飞的 还真的是不少 嗯 波音公司的太空船 星级飞机啊 是吧 对 终于着陆了 嗯 在着陆的过程中呢 好玩的是 又有推进器 出现故障 嗯 导航系统呢 也短暂失灵 是 但不管怎么样 叠叠撞撞的 回来 对对对 Starliner 星级客机呢 嗯 终于打开了 降落伞 落在了 西墨西哥州的沙漠上 落在陆地上面 是 那有趣的是 当然是无人的了 上次我们节目 做完以后 隔了两天 他们就让这个Starliner 从太空站解离了 拖出来以后 嗯 掉转头来 对着地球冲下来 是 那当时会看到 然后呢 降落伞打开以后 落下来 当然 波音公司很高兴 嗯 但是波音公司也很生气 嗯 高兴的就说 至少他回来是 一one piece 是完整的 完整的回来了 生气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让那两个人 搭这个东西回来 呃 当时的顾虑很清楚吗 那你不可信吗 对 Starliner 你自己不可信 但是现在 发出怪声 不是吗 对对对 我记得是发出了 很奇怪的 上面还有一些 不存在的人是吧 照推测 现在不知道结果吗 嗯 不知道 还不知道 碰碰碰碰碰 对对对 但是很 很规律的 yeah 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NASA在这个波音 Starliner回到地面上以后 NASA就开了记者会了 嗯 那说盛赞波音公司 说哎 你们真的是做的不错 至少他是完整的回来了 虽然说我们因为安全考量 没有载人呢 这个语气听起来就讽刺 大臣兄啊 您说的一点也不错 那个记者会 波音公司根本没有派人出席 嗯 他在他们看起来 这是大家一定会很 很适趣的 或者很适向的 问他那两个人为什么不带回来 是不是 一个是这个问题啊 另外个问题就是他非常不满意 NASA这样的做法 我相信波音公司呢 一定会在他多次的会议里面 距离力争说你把那两个人摆上去回来 我们担保他没有问题 NASA就是不要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空机回来以后 波音公司连出席都不出席记者会 这算是一个抗议 那算是一个抗议 对 算是一个造出瑕疵品的厂商 发脾气 但是NASA也针对这一点 特别又强调了 发现一些新问题 嗯 推进器故障 导航系统失灵 还有一些泄露的问题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呃 这个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网络直播 哎 是不是前两天啊 呃 对前两天晚上 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有没有机会 看他们的直播啊 是 这是回航的直播 嗯 但在更前面呢 有那个直接打开的舱盖 海人从里面钻出来的 有一张照片 啊对 有张照片 剪影的照片 非常惊人的 实际上呢 你可以看右上角的数字啊 他这个直播也是好几个小时的直播啊 嗯 一会儿镜头是这个 他们怎么把它就翻成成龙号 大春兄 我们这个Dragon 已经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了啊 对 天龙号 蛟龙号 飞龙号 现在变成龙号 为什么 成龙是没忘记成龙 哦 成座的龙 对对对 骑着龙 对对对 想到快婿不是吗 想到了女婿啊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这个飞龙号 蛟龙号呢 他里面坐了四个人 两男两女 他们这次上去是一个商业飞行 SpaceX的商业飞行 是 但是是由一个大富翁来support 嗯 这是亿万富翁 Isaac 对他已经上去过一次了 是 所以你知道 他这种我们上次说过 他上去过一次这个经验 就是这次上去四个人里面最资深的 嗯 所以他是船长 船长对 唯一的一个 他出钱 亿万富翁 他出钱来支持这一次探索的 嗯 而这个探索呢 从前年就开始说要上去 是 一直耽误到现在 那这个东西叫北极星黎明 嗯 北极星的英文叫Polaris 是 那黎明是Dawn D-A-W-N 嗯 北极星的黎明 哎 我觉得这两个单独叫名字都很不错 那合在一块 北极星黎明不知道什么概念 大概不知道该怎么选 所以是干脆一块叫 北极星在北方啊 嗯 黎明不是在东方吗 嗯 所以不知道这个北极星黎明是个什么概念啊 嗯 但不管怎么样呢 终于在最近经过了好多次 一方面是火箭有问题 记不记得前两个月 我们说那个SpaceX的火箭出了好几个问题吧 是 有些落回来摔下去还有有些呃 并没有把卫星送到轨道里面去 嗯 所以也因为这个delay了 而现在呢终于能够发射时间并不长 上去以后呃 在上面坐了几天以后就下来了 嗯 但这几天里面有几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成就 嗯 一个是他们射到1400公里的高度 是 哎 我们平常看到的哈勃望远镜 哈勃是在400公里左右 嗯 太空站也在400公里左右 是的 那这一般我们太空说是300多公里 他竟然射到1400公里的到处 穿过了泛亚伦辐射态 我们有个叫Van Allen Belt 嗯 地球周遭有大量的带电粒子啊 被磁场限制在两个辐射态里面 一个叫内辐射态 一个叫外辐射态 嗯 纪念以前一个科学家叫做Van Allen 是泛亚伦辐射态 嗯 他们就射到高到穿过泛亚伦辐射态 想要看这些大量的带电粒子啊 对人体有没有什么影响 对着思维平民 对对对对 这思维平民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 哎 他们身上穿到据说是很轻又薄的太空衣 哎 对 那是SpaceX自己设计的 这个和这个新 这个新闻的重点应该在这里 对对对对 第二个重点就是 他们穿着这个衣服太空漫步 嗯 那所以不像以前我们看到阿姆斯装那样子 臃肿肥胖带个大圆圆的脑袋啊 穿上这个衣服以后再给你拍照 你也不知道拍的是不是你啊 嗯 现在这个就很像是非常贴身的 很贴身的 然后那个头盔的头罩也很小 但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个巨大的进展 第一个是因为他是民间的太空人 嗯 商业运行 他们并没有受过空军货的太空人长期训练 是照样可以进太空 而且是个亿万富翁耶 呃 主要是他待的时间比较短了 你让他 你真的让他掺这一身 待的时间跟那个 Will Will 就Will 你试试看 他就不干了啊 不是 那就真的会影响到他的财富了 是不是 股票都没人卖了啊 他们那次直播我也有看了 直播的时候呢 四个人终于轮到这个Isegman爬起来以后啊 把他头上那个盖子拉开了 转转转以后拉开 每一个程序都做得很慢 所以看的直播还真的需要耐心 嗯 但拉开了以后呢 他人钻出去 就是你看到这张照片 上半身露在这个飞龙号的上端 这个影子就是这个Isegman 对大家可以想象无论是战车的炮塔也好 或者潜水艇 剑桥上面那个塔 嗯 就露出半个身体露在上面 这是一个 那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重点是第一个 设计的太空服很轻便很帅 大队兄刚刚讲过了 嗯 第二个他这个太空船的Dragon 并没有Airlock 没有气闸舱 嗯 气闸就是 中间有一个过渡 对对对 你有两层 外舱门内舱门之间 对 有一个过渡 对 这就像以前的城墙一样 叫做温城 啊 因为酒温啊 水温啊 温城 他这个他算是个温舱 他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人要出去外面太空 嗯 你先打开第一道门 进去以后第一道门关上 然后把它戳成空了 嗯 第二道门打开你就出去了 出去了 第一道门里面的原来那些人呢 不受影响 嗯 现在你没有这个温城了 是 你门盖子一打开 大家都在太空里 嗯 其他两三个人觉得我冤啊 我又没出去 我又没出去 还得有一段时间没有空气 对没有空气啊 嗯 所以他们这个就很有趣的训练了啊 因为我们一般的这样子的空气呢 大概是100千趴左右 我们讲1013嘛 或者101点多少千趴 他的101千趴的这一个压力 嗯 要先把它降低到五六十 五六十了以后呢 慢慢让大家适应 适应完以后呢 完全没有压力 完全没有压力 让每个人身体里面的太空仪 是35趴 嗯 所以可以了解 因为你也不能太快降 就是跟潜水敷病的反过来是一样 是 潜水病从大的压力里面 往上升到小压力吗 嗯 因为水压很大 他就是从有压力的到没有压力 对 概念是一样的 就你原来在那个大 这个太空船里面压力是很大的 你得慢慢慢慢降 嗯 你不能一下就降到没有压力 是 也不是没有压力 因为太空服提供的是35 35千趴 你可以想你从100千趴掉到35千趴 你也少了三分之二的气 是 但他是纯氧 嗯 也就是他先开始有趣的是啊 他100千趴里面 正常比例的混合氮气跟氧气 78跟21 嗯 但慢慢把氮气抽掉 到了59趴的时候就已经纯氧了 嗯 因为人要不然 你没有那么多纯氧受不了的 所以一直都抽到35趴的 35千趴的 是纯氧在你太空翼里面 嗯 但太空翼外面就是真空了 是 所以我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 还真的是很不错 嗯 两个人出去外面 两个人进入太空 两个人出去了 对对对 嗯 但他们有一个绳子绑着了 他们还是 虽然他们学过物理 知道人出去外面 会跟着太空船一起半飞 可是不要开玩笑 还弄个绳子拴着 他回来的时候 有钱还是有钱 没钱还是没钱 是吧 没钱的人 他都可以到处去演讲 嗯 说我作为商业太空人 我可以出去外面太空万步了 嗯 我想是对我们一般太空人来讲 一般平民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是 好 这个关于成为太空人 是很多小男孩的梦想 啊 是吧 嗯 想要当太空人 当然不是说做太空说 太空站 逛一逛 嗯 这个太空 这个事业跟太空计划 会有很多面向 是吧 嗯 对 对 这是为什么 我们自己这学期也在中原大学 开了一门课 上月期开始讲太空科技与生活 嗯 因为我们现在 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了 在往后的三五十年里面 地球上过去所有发展出来 跟人类生活相关的内容呢 会重新在太空复制一遍 嗯 所以无论你不要老觉得太空 也就是机械啊 电机啊 什么天文啊 太空这些不是 嗯 连经济政治法律都会上去 这是为什么我鼓励 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一代 或者我们的全民大众 多关注太空吧 因为他不是只有科学家 工程师的事情 全民都要开始面对 太空时代的来临了 对 刚才您提到的这些 包括交通工具了 或者我们有一样东西 我还想特别强调 那就是太空一 嗯 台湾从来就是一个 纺织的先进的工业国 对 对不对 我们的经济 能够在六六年代起飞 也是靠着纺织嘛 对 加工进出口序 这个纺织跟太空装很有关系 我们在概念上 他只要是研究出 比较合适的材料 嗯 一定会对于加压太空装 有所贡献 是吧 材料很重要 因为他这些材料呢 让你这个太空衣 第一个很坚韧 不要让里面的气跑掉 而且出去外面碰撞摩擦 不会坏掉 对 不要坏 但他又要能够很灵活 让你的关节能够动 那结果你知道 大正兄 我们先不是讲过吗 美国人上了太空战以后 本来有一回两个女的 要同时出去外面 创造历史记录的 有 后来发觉太空装不够 嗯 只有一套适合女的穿 另外一套size不对 是 我不知道怎么会闹这种笑话 但是太空装很重要 上次我们讲 为什么那两个人 回不来 没有办法 对 太空装也没办法对接啊 没有办法对接波音的系统 对对对 你太空装你可以看得到 他里面打气要打到35000% 代表这个太空装本身的接口 是跟你在太空站 太空舱里面的 那个椅子上的接口是一样的 你换了一个波音的starliner 你这两个衣服跟你椅子 就对不上了 是 好的 这个是 我们的加压太空装 对 不过好玩的是什么 阿波罗16号的太空人 曾经有过一次 他们就在月球表面要敲东西啊 要把一个杆子敲到地底下去嘛 想要去地下挖东西 或者插进去啊 敲着敲着锤子就飞出去了 锤子一飞出去 你就不要追了 因为他的重力很小 飞得很远 只好呢 想了半天 还有没有锤子 他是一个是飞出去以后呢 掉在地上 掉在地上了以后呢 他想过去捡 但是弯不下腰来 试了很多次 试了很多次 在月球上穿了那个笨重的 当年笨重太空装 他是弯不下腰来的 是 后来一个可能是什么 一个可能就回去再拿工具 结果他觉得 也不愿意放弃 回去拿了个夹子 夹起来 夹起来以后继续使用 所以你就知道 当年的太空衣呢 是非常笨重 但是当时的人 我觉得是很聪明的 是吧 不错 我觉得很好玩 最近不是掉了个扳手吗 前几个礼拜 好像不止 不止这个 好像经常掉东西 掉东西 对对对 你在太空里头 万一一个工具带 有人整个工具带 飞出去了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陪伴我们的是 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 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 孙维新教授 他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接下来这个话题 SpaceX星舰火箭 最快在后年 开始执行火星任务 谈谈马斯克吧 最近谈马斯克觉得有点尴尬 因为他讲话有点粗笔 泰勒斯不是支持的贺锦丽吗 对 那马斯克支持川普吗 那不就说他 泰勒斯是一个抱着猫 没有孩子的女王 是吧 所以马斯克就说 我给你一个孩子 不是 你真的不知道有钱人 有些时候他对于他自己是什么人 不是太了解的 他认为他有资格说任何话 而且他都觉得他做得到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好吧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马斯克 心里就觉得到底是包是贬 那另外就是说 他讲说2026年 马斯克就要开始执行了火星任务了 他讲这个讲了很久 10年以前 他就说他要到火星上盖 人类第一个人类殖民地 但他现在这几次 Starship 我们讲星舰试飞 前面已经做过4次试飞了 所以第三次 第四次呢 第三次是一半成功 第四次算是正式的成功了 那第五次试飞进入准备状态了 这个巨大的星舰火箭 121米高的火箭 他能够把大量的物资跟人员 送到很遥远的地方去 这就是他要用来做登陆火星的东西 所以他很希望 在2026年 先把无人的星舰送到火星去 是 然后更有趣的是 他说如果一切顺利 四年之内就会登陆火星 大约就你想 你觉得会有这么快吗 四年是很短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不会的 我对这一类的事情都是 大概会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更多比较确切的证据 而且是在一般常识的语言里面 或者说是一般常识的新闻之中 我们会会嗅到 已经有眉目的 真后 我看三年五年之内还是不会 但是马斯克显然对于 他的这个星舰计划 未来的使命非常乐观 我会觉得这样子 就科学的理论来说 我们讲 astrodynamics 就是宇航动力学 大家对宇航动力学整个的理论 跟实作都很清楚了 所以就像你现在不断的把无人的太空船 送到火星上面去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今天如果要载人去那边的话 你就要考虑到四年之内 你能发展出 让一个人活上几十个月的资源 送他过去 包括他的骨骼 能不能承受这几个月的飞行 来回 对来回 不是 不只是几个月了 我们常开玩笑说 你要把孩子送到火星去大学毕业旅行 千万不要这样做 单程是八个月 回程也是八个月 而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每26个月 地球跟火星接近一次 冲 那个时候距离近 你可以八个月来回 八个月去 但你到了以后 你待了一阵子以后 他错开了 要等下一个26个月以后 你要让这个人在火星上生活两年 他需要种马铃薯吗 还是怎么活得下去 问一下Williams跟Willmore就知道了 要不要去 你们反正从八天 变了八个月 再从八个月变到48个月 没有关系吧 对 这是为什么火星 那个火星任务 麦德戴蒙那个电影 我觉得里面讲了很多科学的现实 你怎么样在火星一个人 靠有限的资源能够活下来 所以他说四年之内 人类要去登陆火星 他也没有讲第一个 大球球你觉得一个人八个月 在茫茫太空里面 你只有一个方向就那么飞 不要说一个人了 就算是三五个人一起 并不感觉到那么样完全的孤独 但是三五个人 或者说十个人 这样的一个小组 能够在火星上面熬几个月 我相信你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要飞八个月 四个人凑一桌打麻将 八个月还到得了 但你到了火 最大问题是到了火星以后 你根本不可能待那么多 一个人一路这样过去 再回来 他他需要23吨的食物跟饮水 你哪里提供得了23吨的食物跟饮水呢 我让马斯克这样讲是吃人说梦 还是什么的 你可能先把一个假人送过去 就是我就是说嘛 就是刚才我不是特别强调 在普通语言跟普通的这个尝试 能够描述的那个眉头 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到 对 但是有钱人就四年之内登陆火星 跟给泰勒斯一个孩子 一样都是想到这种梦 好 NASA又有航海家一号的任务的好消息 可以分享 有趣的是航海家一号 他在发射无线电波巡航 虽然已经现在飞得很远很远了 航海家一号二号 现在都还不断的把资讯传回来 是 不得了的远 大概都是150个AU左右了 但是呢 在太空里面飞行了将近50年 但是因为它上面有不同的推进器 那推进器时间久了 管子会卡住 管子会塞住以后 它就换别的推进器 它会有三加二 总共有五个推进器 有两组姿态控制推进器 跟一组轨道修正机动推进器 主要是这三个 另外一些辅助的小的 所以呢 它如果有一个姿态推进控制器 它会卡住 它就再换另外一个 这些都是小的 但因为上面所携带的那些 我们讲喷出器 那个酸燃料吧 它量还不少 所以它可以持续喷 喷了以后 转变方向 一开始这个太空船 搞了这三组推进器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调整方向 然后要经过火星木星 土星什么的 要拍照 你要调整自己方向 把相机对准它 对不对 当你走到外太阳系 已经没有方向的问题了 你就是任何一个推进器 都可以放在身后 当做它的 直接往前推的 加速推进器 所以一个坏掉 那我把太空船转个方向 譬如说转90度 侧面这个推进器 就变成一个直接往前推的推进器了 所以他说 你了解这个意思 虽然原来推进器的方向 开口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但你可以调整它的方向 让每个推进器呢 都扮演朝前直接狂奔的角色 到底现在它的速度是多少 可以算得出来 NASA制造 对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告诉大家这个数字是什么 但是呢 那个速度到现在为止应该是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因为中间完全没有别的阻碍 而这个加速器呢 三不五十给它一些动力 你不给动力 它就持续往前等速飞行 你一加 它也不会慢下来 不会慢不下来 慢不下来 好 NASA最新推出清觉化宇宙资料 什么叫做清觉化的 这个很特别 就是NASA 它现在会把我们拍摄到的影像 在各种不同波段 无论是X-ray也好 可见光也好 红外线也好 好多望远星拍摄的银河星系 或者是超新星爆炸的遗海 把它叠在一起了以后 让一个指标去扫描它 然后给它配上不同的乐器 因为在不同的波段 你这个扫描过去啊 就像你说 你有一个星系 漂漂亮亮的星系 像个葱油饼那样子 你左边拿了一条线 从左边向拉条线 从左边拉到右边 这个线经过的地方 它如果可见光强 你就放钢琴 它如果红外线强 你就放弦乐 然后什么X-ray强 你就放敲击乐 一路过去 强的高低声音也都会出现 那就把这个音乐做出来了 那是音乐吗 它是把它转成了音乐 所以它有旋律的变化 可以放来听听看呢 我们来听听看 对 有三个 这里面一个超新星 遗海 超新星爆炸以后的遗海 那另外还有一个星系 跟另外一个星云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 就是NASA 他在做一个扫描的动作 把这些影像扫过去了以后 看这个东西 那这有点像星系 扫过去以后的声音 我们是不是有三段 有三组可以听看 刚才这是 这其中的一个 那第二组 现在要听到 这个听起来很像是蜘蛛星云 一个星云扫过去的音乐 蜘蛛星云是在 大麦哲伦星系里面的一个云气 蜘蛛星云 听到这个星云里面的变化 还有一个 这个是那个 CASA 也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海 很漂亮一个 接近正元的一个 漂亮的那个 超新星爆炸 留下来的遗迹 那在从中间 做个小小的圆圈 当圆圈往外扩大 这个圆圈碰到的 每一个不同强度 不同波段的辐射 它就转化成为音乐 一路这样 圆圈扩大出去 所以刚刚放的三个 一个星系 NGC6872 另外是蜘蛛星云 大麦哲伦云的 那第三个是 刚刚这个CASA 超新星 超新星爆炸遗骸 它的扫描方式 遗骸是圆形的 所以它从中间 圆形扩大 那个星系 它是一个 前后有两个螺旋背的 所以它用一个 像石中灯的指针 那样扫过这个东西 放出来的音乐 那刚刚讲的 那个蜘蛛星云 就是因为 它是个弥漫的星云 所以它只是一条线 从左到右扫过 那这三个音乐 都是用不同的方式 去扫描它这个影像 在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强度 跟不同的波段里面 把它对应到 不同的乐器 跟不同的强度上面 是做出来的音乐 Sonification 应该是一个新的字 对 对吧 所以叫听觉化 听觉化 Sonification 那意思就是 把宇宙发生的 时空现象 翻译成音乐 现在越来越多 这部分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大纯兄听了以后 是喜欢呢 觉得还是OK呢 还是只是个好玩噱头 我觉得这个噱头很棒 为什么呢 我要多听几个round 不断重播 一定会睡得很好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